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是新的一天 雨过天晴 这是金色的秋天 多么的红 看着这种风景 多么的棒 很高兴告诉大家好消息 有喜讯 我是谷歌地图上的 经常拍图片 已经是两万九千张图片 在谷歌上 在世界的地方 一搜索美国的很多地方 我拍的都有图片 因为我走遍了美国的 49个州 下一个州就是去 阿拉斯加 然后还会去加拿大墨西哥 这些地方走一走 看一看 因为喜欢拍照片 所以我是谷歌地图的 地方相导 地方相导分享给大家 大家比如说想找哪个餐馆 哪一个墨 想找DMV 想找什么公园 这些我们地方相导都会提供 我在地方相导上 我是顶级的摄影师 谷歌地图上定义是说 大师级的摄影师 我的观看量 在前天突破了5000万 现在有506万以上 每天都在激增 而且每天我都是形成了这种 拍照分享的习惯 我是张上东 旅居美国 然后给大家分享 美国这些事 美国的日常的生活 美国人民 喜欢什么样的中餐 然后平常 在哪购物 这些都是我们 会去一一分享的 分享给大家的 还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在上一周吧 我的YouTube频道 已经突破了1000人 达到现在是1020人 他已经开通我的直播 所以我去溜墨 我去公园 我到一些地方 都可以给大家开直播了 所以我也会 带大家走一走看一看 去直播一下美国 看看今天的美国 就是新冠疫情下 经济打击 下的美国 人民是怎么生活的 怎么工作的 怎么学习的 如果有时间 也会去图书馆看一看 到超市去转一转 这样的话 会非常的生活化 我的主题是 环游世界走遍美国 是一种旅游的 up主 所以我也有自己的视频号 拍的像tiktok呀 抖音呢 快手啊 现在主要是 在美国主要是做这个YouTube 在国内 现在主要方向是视频号 微信的视频号 因为视频号是一个很大的商机 我们也有群小伙伴 大家一起看说怎么做 怎么能够做好 分享自己成功的心得吧 成功的心得体会 然后大家可以一起 交流经验 然后一起进步 这是我们想要去做的一些事情 这个停车场是more的停车场 一二三四五 五层的停车场 然后外面也可以停车 很大很大的more 像missi Gissipani 还有deak 这些大的东西都是在里面有 你看这个草坪 我们很很喜欢走到这个草坪上面 然后这边是有电梯 电梯可以上去取车开车呀 非常的方便 然后这边是有充电桩 就是因为现在在美国特斯拉也比较流行 所以这是特斯拉的充电桩 上班的话free免费的恰紧 可以在这充电 也是大力发展那种电动车呀 你像比亚迪比较先进 公交车比较先进 也是能源呢 还世界一个绿色少用 加州也是2030年消费零排放 所以就给大家分享